这是网站Squatch.mit.edu 这个网站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用 Notebook 也可以 用 iPad 也可以 可以两边都用它来 写 Program 做一个游戏 也可以 我们的游戏是这样的 这里有样东西会移动 其实没有所谓的 不一定是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不是一个游戏 任何一个游戏都可以 任何一个游戏都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的Scrash的环境 Form2大家都用过的 这里有一大堆的指令 我们不会每个都用完的 只用一部份 这里不需要每个都用完 用到的时候才要它就可以了 Scrash出名的就是这个有个小猫 其实Scrash有个座标 Scrash有个座标 我们放下来看看 中间这个就是00来的座标 打横是X 打动是Y 中间这个是00座标 X最右边是240 最左边-240 Y最大180 最小-180 这个就是数学科的概念 数学科的XY的概念 但这个座标我们写program 做游戏都是重要的 好 我们先看看游戏的游戏 我们有两个东西 首先有个人 你可以控制它上下左右移动 或者只是左右移动 用个猫的cursor控制它移动 那我们就先找这个公仔 任何 比如找回这只猫都可以的 或者不喜欢 我们可以 找其他公仔 我们在右下角这里 Choose a Sprite 比如找 随理宽你选什么公仔都可以的 或者我选这只猫 这只会飞的猫 这只我就不要了 这只我就可以 在这里删除它 我选这只猫 这个背景在这里设定 这里右边有个 Choose a Backdrop This is the Backdrop 这个Backdrop就是 在右下角 这个就是Sprite 就是猫的公仔 你可以选另一个Backdrop的 就你选这里 比如我选这个 这个 Blue Sky 就这样 是的 我们的目的是做游戏 本来打算做游戏会用的 但是现在 我想不会有游戏会的了 那么多人聚在一起活动 但是游戏我们照做游戏